好 下一題 下一題 算是有兩段 他說有一個密度這麼多 百分之多這麼大的東西 要配成墨耳濃度 大概是多少 所以他其實 牽涉到有兩件事 第一個是 他基本上就是加水稀釋 由A用力配成B用力 但是他給的條件不一樣 他前面給的是百分濃度 後面給的是墨耳濃度 所以還會扯到一點換算的問題 那我當回的講解 是用我最前面的講法講解的 就是所謂的溶質不變 因為你不管是百分濃度換成墨濃度 溶質不會變 稀釋的時候也是溶質不會變 所以我當回是用溶質相成 這樣的溶質等於那樣溶質算的 那你也可以拆成兩段算 先把百分濃度換成墨濃度 然後再做一次溶質 然後溶質有不同的做吧 你沒上去就用的是 帶兩次公式算溶質的 不是用我的方法做的 OK 所以看他怎麼做都可以 好 給一個百分濃度 請問你可以溶質配成墨濃度 多少毫升 好請你上來坐 我們請 15號 23號 33號 好 下 謝謝 謝謝 幹嘛 差一個欸 他人 差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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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個是什麼 來 方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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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操什麼就亂操一通 欸 他還做得到 他還做得到 你跟他操東西了吧 不會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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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آ 蛤 完全沒有話 來來來 就算 最後的答案 被凹對了 還是錯的 來 請問你18點是什麼東西 密度 欸這是什麼 不知道 0.98是什麼 百分容度 百分容度是下面是容易克數 上面是融值克數去乘百分之來 你這樣怎麼可能會做出來的質量啊 你就算做出來的質量 也是只有一個質量啊 也不是兩個質量啊 你這樣答案怎麼可能會對嘛 然後呢 然後就莫名其妙搞一個 18點032 不知道怎麼拿過來的 然後這個除以98 叫分質量 誰可以除分質量 誰可以除分質量 指量對不對 好 質量除以原分質量 假設是質量好了 質量除以原分質量是什麼東西啊 莫 莫 0.18是莫 題目說你0.18是莫了嗎 對 蛤 題目說莫了嗎 不是 不是 你們就沒有做我告訴你們的 先把公式寫下來 看清楚你要做什麼 算什麼 帶什麼 然後就拿一堆數字 就可以往裡面湊 然後呢 運氣好 答案就湊對了 運氣不好 通常是運氣不好 答案就 湊錯了 我剛才跟你講過了 我剛才跟你講過了 我教你的做法 就是 反正稀釋的時候 溶質不會變 百分濃度換成墨濃度也是 溶質不會變 所以呢 我們就是用溶質來做 只是它給的是稀釋 只是前面的條件是百分濃度 後面條件是墨濃度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 掌握不變 找到相等 誰不會變 溶質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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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寫溶質的墨數相同 你也可以寫溶質的質量相同 我現在用的方法是用質量相同 你最後是 你最後是一大M 那我想知道這裡面有多少公克的溶質 我先要算墨數 前面教過的 怎麼從墨濃度求墨數 好 M乘以V 然後呢 怎麼樣從墨數去求質量 墨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第一個M乘以V 所以第一個M乘以V 一大M 不知道幾毫升 不知道幾公升啊 應該是公升 算出來就是這麼多墨 然後呢 再把墨爾換成質量 我們講過墨爾怎麼換質量 要去乘原質量或分質量 這一次硫酸 分質量應該會背了98 然後往裡面乘 墨爾式乘原分質量等於質量 所以算出來就是95S 這個是用墨爾濃度算出來的 墨爾濃度算出來的溶質質量 然後我們用百分濃度去算溶質質量 百分濃度 那請問你百分濃度怎麼算溶質質量 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所以我需要溶液質量 題目有沒有溶液質量 沒有 有了什麼東西 密度 那請問你溶液質量 那請問你溶液密度怎麼去求溶液的質量 體積乘以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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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液密度乘溶液體積乘以溶液質量 好 密度有了 體積有了 往裡面乘 算出來18.4克 這個是溶液質量 我要什麼質量 溶質質量 那剛剛講溶質質量怎麼算 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所以我的溶液質量18.4 百分濃度百分濃度百分之九十八0.9 這個是用百分濃度算出來的溶質質量 請問你 剛才的墨濃度的溶質質量 跟現在的百分濃度的溶質質量 跟現在的百分濃度溶質質量 那怎麼樣 一樣 是剛等 所以就寫等號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 把它算出來 那後面要換成毫升 所以答案是18.4毫升 所以 我們答案是18.4 答案18.4 好 我有我的教法 你可能有不同的做法 像做西式的時候 我教你的是 西式前榮耳數等於西式後末耳數 有人呢 有這個觀念 可是寫法上是公式寫兩遍 西式前前一次公式 西式後寫公式上 都可以 但重點是 你第一個 你要先把公式給我備好 第二個 你要清楚 到底要怎麼算末 跟末耳的相關計算 比如說末耳層 原分只要等於質量 還有 這裡又扯到了重量百分濃度 所以會用到上行學過的密度 有密度怎麼求體積 有密度怎麼求質量 那請你記得要會 雖然它理論上感覺比較複雜 但是其實按部就按做也是OK的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